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兩宗跟大陸有關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 在近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又有新搞作 他們在Twitter上發佈了一張諷刺美國的死神漫畫 誰知好壞不壞 漫畫上有些細節誤眾富居 踩中以色列的尾 使以色列強烈反彈 第二宗消息 匈牙利總理奧爾班較早前成功撮合 復旦大學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開分校 但這項計劃遭到布達佩斯市長卡拉松尼的強烈反對 卡拉松尼市長宣稱 復旦大學的規章定明了 必須呈現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 他警告開分校會構成 匈牙利面臨著重大的國家安全風險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他們所張貼的漫畫 究竟是甚麼東西 漫畫其實只有一張圖 圖上有很多門口 門口上分別寫著一些國家的名字 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埃及 這張死神敲門的漫畫有個名堂 叫做《誰是下一個》 漫畫當中的死神 就是身穿著美國國旗的外衣 逐家逐戶來敲門 凡是那道門打開了的話 都是血流成河 有很多血跡從門口流出來的 這張漫畫當然就是諷刺 美國凡是他去到哪裡的話 那隻手伸到哪裡呢? 那個國家就會遭殃了 他那個漫畫 其實所帶出來的諷刺的意味就是這個原因 只不過好壞不壞呢? 這個死神 手上所拿著的那把簾刀 表面刻有了一顆象徵著猶太教的大衛星 其實那一顆大衛星 正正跟以色列國旗中間的圖士一樣的 以色列媒體耶路撒冷郵報認為 這張死神敲門漫畫 令到猶太族群感到冒犯 人家亦認為這張是反遊漫畫 於是以色列駐日本大使阿里 看到這張漫畫之後 就感到相當不滿了 認為這張漫畫是意圖將以色列妖魔化 他就跟以色列外交部的亞太地區副司長科恩 一起打電話 去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抗議 在打完電話的一個小時之後 那張漫畫就被刪除了 不過中國大使館並沒有發表任何的貼文 不道歉或者回應 其實到底這張漫畫 是想連銷帶打來諷刺 美國和以色列的同盟 還是不小心地在這張漫畫裏 弄了一顆星上去 那就真的要弄這張漫畫的人 才知道原意 其實這張漫畫就不是第一次貼出來的 原來有網民查到 在去年的五月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Twitter上 也發表了同一張死神敲門漫畫 只不過在幾道門上 跟那邊寫著國家的名字不同 當時寫了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委內瑞拉和香港 當時法國其實對於這張漫畫都作出了強烈的譴責 中國方面便稱他們的Twitter賬號是被盜用 所以其實這張漫畫都不是第一次惹來了爭議 而且這次中國駐日本使館是翻艷、重用的 真是相當奇怪了 這樣算不算是浪費大外宣的支出呢? 因為做這些改圖漫畫 只是改了國家名字 然後又重貼一次 認真是省水省力 其實汪文斌今天去評價菲律賓外交部長的言論的時候 他自己曾經說過 說搞默克風外交是無法改變事實 只能破壞互信的 他就希望菲律賓有關人士發表言論的時候 要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 其實同一個標準是否都適用於中國的外交人員呢? 到底中國駐日本使館發佈這張漫畫的時候 又是否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呢? 而且其實中國駐日本使館為何要貼這張漫畫呢? 照計如果要諷刺美國 或者是以色列 反正目標主要都是針對美國的 但是這張漫畫不是由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來發佈的 就是由駐日本使館 為什麼呢? 所以戰狼外交思維真的挺令人廢解的 明明罵那個對象就是美國 但是偏偏罵那個不是中國駐美國使館 而是中國駐其他國家的使館 隔空來罵美國的 其實又有什麼分別呢? 反正你也是罵他 他也是被你罵的 接著我們就看看第二宗消息 就是關於復旦大學匈牙利分校的事情 自從奧爾班第二次擔任匈牙利總理以後 其實他已經是一面倒地親中 向中國傾斜的外交政策 較早前 這個匈牙利政府 跟復旦大學在線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決定要在布達佩斯 興建復旦大學的匈牙利校區 預計第一期的建設將會在2024年的時候完成 並且在同年就投入使用 目標就是要招收六千名的匈牙利、中國和其他國籍的學生 這個校區計劃向學生提供經濟學、國際關係、醫學和自然科學等課程 畢業生將可以獲得匈牙利學位、中國學位 或者是中空商學位 校園的選址選擇在布達佩斯市中心以南 多魯河左岸的一個廢氣工業區裡 這個地方已經被限制了幾十年 裡面充滿著塗鴉、瓦匿和舊建築 但是大家看看造價是相當的 匈牙利政府預計 要投入十八億美元的資金 來建建這個分校校園 匈牙利政府計劃為這個項目提供兩成的資金 其餘十五億美元 就要依靠來自大陸的銀行的貸款 而且這個分校校區大部分的建築工序 將會使用到來自中國的建築材料和工人 來完成 布達佩斯市長卡拉松尼很反對這個項目 他就說中國為這個項目做完所有的事情 而匈牙利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給錢 如果匈牙利的納稅人要支付這一切費用的話 其實能夠邀請到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的大學 去匈牙利開設校區 其實他這番說話是沒有錯的 你說如果是花18億美元的話 八百六十四 即是你花超過一百億港幣來興建一個校區 你如果找其他名牌西方的大學 不就一讓別人扮演 一百多港幣 不一定要找復旦大學 但是偏偏奧爾班就是要在外交政策上向中國傾斜 所以整個項目來說 就是奧爾班貼了錢 又向中國借錢 走去匈牙利建學校 是中國得益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項目出現呢? 其實就是跟奧爾班的思維有關的 因為他正正有一個匈牙利的強國夢 他就有一個著名的政策 就是向東方開放的政策 他不僅是對中國友善的 而且對俄羅斯和土耳其這些威權國家 也是相當友善 為什麼奧爾班要這麼努力 去巴結中俄土這些國家呢? 有兩大目的 第一就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 由於匈牙利就是在中歐的一個國家 故此 他就很想匈牙利能夠成為這些東方大國 向歐盟內部前進的一個據點 如果這些大國真的挑選了匈牙利的時候 當然匈牙利在經貿利益上就會有很大的益處 那些國家就會決定在匈牙利大舉投資 他就是想做到這一點 第二 他這麼努力去巴結中國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匈牙利成為 在歐洲的一個綜合的經貿樞紐 希望做到一個物流中心的位置 希望中國運輸到歐洲的貨品 從希臘港口卸貨以後 運輸到匈牙利再從匈牙利散發出去西歐 他就有這個大國夢想 不過到底他的雨線盤是否敲響呢 那就另一回事了 現在他的錢就準備要花了 而且不僅是花了這十八億美元 之前已經搞了很多一帶一路項目 什麼空賽鐵路都花了很多錢 但是到最後 如果他的夢想是打水漂的時候 那他這些前期投資 其實一樣都是泡湯的 當然奧爾班不是一定輸的 如果他是撥得中的話 匈牙利的國際地位一定會大舉地提升 但是他所冒著的風險也是相當大 一來他不僅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會欠下了很多債務 二來 由於匈牙利現在這樣 擁抱中俄土這些威權國家 其實就會使得歐盟質疑他 究竟你還是不是擁抱著普世價值呢 而復旦大學分校和歐洲的價值觀 是否有衝突呢 在世界上 紛紛都對於孔子學院充滿戒心 甚至乎是要求關閉的風潮下 匈牙利決定逆流而上 那奧爾班其實就是在進行政治豪島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